hello,大家好,我是羊羹爸爸 今天我们来看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修笔记本电脑吧 其实这台电脑是我自己的电脑 而且是我使用的时间最长的一款电脑 大概是2011年的7月份买的 它是2011年早期款的MacBook 13寸 MacBook Pro 一直用到今年的年初吧 这台电脑呢其实很多年前开始 就有故障,故障的现象就是说不充电 经常这个电源插上去以后呢 有不充电的现象,但是呢我以为是接触不好啦 比如拔下来给它擦擦干净 然后再插回去呢,它就会亮红灯 所以就一直这个状态坚持到今年年初 然后今年年初大概是3-4月份的时候吧 就是那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呢 突然间它又再也不回充电了 直到电池用完,我整个系统会卡得一塌糊涂 就关机,再打不开了 所以呢,大概放了这几个月吧 我想要把这个电脑给处理一下了 那前两天我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 发现这个系列,我这个电脑型号是A1278 我这个电脑它这个不充电是一个通病 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型号 是A1278 它是日本版的,不充电是一个通病 问题出来什么地方呢 好像出在它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图纸 是一个叫U7000的 在图纸上 我这个现在显示的图纸呢 跟我这个型号可能有区别 虽然也是A1278 因为我找不到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图纸 但是也可以做参考了 它这个充电芯片是ISL6258A 那据说问题出在这个17跟18角这两只角 这两只角呢 是用来检测电池的充电电流的 那问题出在这两颗电阻了 这两颗电阻其中的一颗可能开路了 导致呢 它这个充电芯片检测不到正确的充电电流 让它误判 就是说电池没法充电 然后呢,停止充电了 大概就是这个故障 所以呢 今天呢,我们就着重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电脑打开来 我们在打开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现象 现在是反过来的 我把这个变压器往这边一插 然后绿灯亮了 正常情况下呢 应该红灯要亮起来 结果呢,它永远都是绿灯 不会亮红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电池的电量 这个地方有个电池的解键口 那平时呢,按下这个东西呢 看到没有 如果它正常充电呢 它这个 现在电量是在最低这个状态 然后是 我按了以后呢 它会一闪一闪 就说明这边有错误 正常情况下 接上电源以后呢 它这个绿灯会慢闪 然后随着电量的升高呢 一点点往上升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把它打开吧 OK 那我们请出我的祖传的蓝色的硅胶垫 OK 那这次我们使用这把难骑的螺丝刀 好啊,我们我使用尺寸是ph0这个规格 ph0这个规格 ph0这个规格是多少 目测好像是2毫米 OK 然后呢 它所有的螺丝 至少这个螺口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开始拆吧 从这边开始 嗯,非常好用 上面这三颗是长螺丝 从这边开始就是短螺丝了 然后这一圈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短螺丝 但是这个短螺丝稍微有点区别 那螺临完了 我们取下后盖 先来看一下 这边呢 我是我换了intel的ssd 之前我长期运用的时候呢 是这边一块windows用的ssd 然后把这个ssd放在这边了 就是一块ssd装macOS 一块ssd装windows 就这样的双应用 然后内存呢 原先我加到16G的了 因为这台电脑坏掉了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内存移到另外一台笔记本电脑上了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抠掉 这是最关键的 现在它的内存是8G 两条4G OK 那接下来我把镜头移进了 我们看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芯片呢是在这里 这一块就是 那图纸上的U7000 型号是ISL6258A 我们可以看到 6258 也怎么是59A啊 反正就是这个 就是这玩意儿呢 然后呢 我们要找到它的第17角跟18角 然后它的一个点在这边呢 从这利息证开始 OK 我再往上重新找到图纸 刚才那个图纸的确是不对的 那我这些正确图纸呢 就是因为是这块芯片 是6259 然后呢 它这个电阻啊 是为什么会坏的呢 坏哪个电阻呢 就是这个 被这个胶藏在下面的电阻 我觉得坏掉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这个胶啊 导致这个电阻变质了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电阻给抠出来 来测一下它的阻值对不对 那我们要小心翼翼的哦 怎么感觉 直接这么抠 是不是有点风险 带把风枪吧 稍微给它100度 诶 这个温度一上去了 马上这个胶就软了 非常的舒适 嗯 好像这个电阻外观一串也没什么 感觉把它完全扒得上了 有种感觉就边上这块芯片有点炫 希望这块芯片别坏了 芯片坏的话 只能找料板了 我们先来测一下它这个电阻的阻值现在是多少 这果然是500多k了 果然是它 焦线是断了 300多k 边上这颗呢 边上这个两欧是对的 那就是它果然是它 太棒了 那就是这块焦热的货 可能是这个焦 长时间粘在这里导致这个电阻慢慢的坏掉 那希望我抠掉这颗焦 不要对这颗芯片有什么坏的影响 我看一下它的图纸 因为0004是颗4欧姆的电阻 怎么办呢 0004的电阻 我得找一下 直接短接也可以是吗 ok哦 既然图纸上查到这个电阻的阻值是0欧姆 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0欧姆的电阻了 那现在的方案就是直接把这个电阻给拆掉 然后找东西给它短接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拆它吧 考虑到这玩意要比较大 我就不把它拆下来 直接吹 ok在更换之前我们再测一下 再移过去点,给万一表亮的位置 就是这颗芯片边上的电阻 嗯,开路了 对,现在200多K 300K 但是这个电阻应该是 很不稳定 还在跳 应该是0欧的电阻 所以呢 我本来想直接把它短接了 但是想想,哎,这很不爽 所以呢,我翻箱导柜 翻到,从我的一堆iPhone料板上面 找到一颗0欧的电阻 就是这颗 我们看一下 0.053 我这个表板就有误差 本来是0.4 那就是说0.01左右的电阻 ok,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这个坏的电阻拆下来 装上这个 好的电阻 应该就能修复了吧 那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拆下来,哎哟怎么办呢 我不想 不想把这个电脑重新再拆一次了 直接就这样上吧 反正它就是金属外盒 应该是可以承受得住这个温度啊 嗯,ok 分枪准备 放一个小点的口 嗯 这个口已经够小的吧 最小的正好 往这个方向吹呢 好像正好吹到这块芯片也不太好 ok,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它的 好,可以了 开始 等一下 我顺序搞错了 我们先要从这个料板上 把我们的配件先准备好比较好一点 这样的话我可以一气呵成的换掉 这个电脑 好 好 发现iPhone的板子是好焊 可能因为比较小 温度上升速度很快 然后 我准备焊油 再把这个板子放回来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目标 目标在这里 ok 开始 好,下来了 然后 新的电阻放上去 然后防止它飞掉 我得用镊子加好 我得用镊子加好 然后呢,我给它再弄点焊油 我想用镊子加点焊油上去 结果 焊油一上镊子就坏了 好了 焊接完毕 吹口仙气降温 不知道边上这块方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没错 没错 是0欧 好 这样的话我们再把它清洁一下 或者它冷却 感觉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给它擦一下 ok 就是这个位子 怎么觉得这个电阻边上有点白的东西 那我拿刷子再刷一下 这样就能刷掉了吧 对 这样就干净了 感觉我这个棉花都不用再涂了 这边好像有点油 毕竟是自己的机器 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ok 这个芯片 这边 这边好像也有点油 顺滲出来 好了 这下就ok了 那我最后再用万物表 再给它测一下它的电阻 那表欧我就不拿进来了 这里好像有点油 这两颗黑的电阻 这只脚跟这只脚 没错,0欧 非常的完美 然后这个我也测一下 这是2欧 嗯 0欧 好了 那这块主板基本上看不出被修复的痕迹 那接下来我们就测试一下 希望能顺利解决问题 我们就开了壳的状态下吧 插充电器 胜败再次一举 我们先把电池插上去 ok 没有爆炸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源往这边一插 绿灯亮 红灯 诶,风扇转起来了 诶,好像开机了 哦,绿灯亮了 红灯亮了 红灯亮了 诶,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我这边红灯亮了 好像在这个视频里面看不清楚 你看到没有 yes 果然是这个问题啊 ok 我看一下哦 看一下它有没有开机 但是 现在键盘是亮着的 但是它屏幕没有亮 可能是因为没有电的缘故 但是它这边充电灯在闪了 这边,绿灯在一闪一闪 给大家看见没有 这个绿灯 第一个绿灯 再一闪一闪 ok,我先这个状态 我们让它冲一会吧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现在风扇又停转了 我看一下 屏幕亮了没有 进系统了 进系统了 ok,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机器给装起来 其实这些电脑我很久之前就想卖掉了 想换新的电脑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充电一直不稳定 之前就是一会儿能充一会儿不能充 然后我就怕被买家骂了 然后又不想把它当故障品卖掉 所以呢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早知道早点查这个问题的 这个通病很明显是苹果的品质管理的问题 我觉得它应该负责一下的 ok,那我们把这个镜头拉高 这台电脑平时保养的很好 一点变形都没有 但是呢 我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每天8个小时以上 一直在用它 所以呢使用率非常的高 真的是属于那种用出本的机器 还好,还好网上查了一下 之前我以为是这台电脑的电池不行呢 ok,南起螺丝刀很好用哦 它这个地方啊,之前啊 就是说有点不润滑 我往里面加点油以后 现在就很爽,一点噪音都没有 真是吧,好的螺丝刀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嗯,不错 ok,那我的电脑现在又顺利开机了 而且没有任何卡顿的感觉 那之前啊,之前在没有修好的时候呢 它这边啊,那我这边它显示要交换修理 因为我这个电池实在是太老了 就9年时间没有换过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无视它了 然后呢,这边就是显示啊 现在是显示充电完了时间啊 这个时间它还在计算 之前在没搞定的时候呢 它这边写的 这个电池没法充电 kono bateti jodendikimaseen 这样的文字 那这样就ok了 而且呢,现在这个电量一直在往上面涨了 看来就是这个通病的原因啊 导致我这个电脑不正常了很多年 然后到今年终于完全趴下了 那总算这样就修好了 我打算呢,就留着自己用了 ok,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bye bye